2020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近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 基本法在1990年诞生之后 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具体内涵 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也因此促成了社会的进一步稳定 成为移民港人回流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华司法研究会理事 执委会主席马恩国大律师 便是因此从澳洲回流的一位港人 我在澳大利亚也是大律师 在那边的法律制度、律师制度 跟这里的很相似 如果没有一国两制的话 我们这些人就不可能再回来职业了 因为一国两制能够容纳我们香港的专业人才 保障着我们这种人、我们这种专业 在这个香港社会继续存在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为中国整个国家留下一批 很有专业性的一种专业人才 能让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讨压里面继续发展 马恩国认为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性法律 保证了香港经济体制的自由度 包括享有独立的金融管制系统、自由港地位、资金流动自由、单独关税区 以及不受外汇管制政策等优势 充分保障了香港的繁荣发展 香港的优势就是 香港因为在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的股票市场可以容纳很多内地的企业在香港上市 所以国外的投资者可以利用香港的基本法 所给予我们保留的这个平台 来投资进去这些中国内地有增长的公司 所以香港就刚刚好在基本法的这个自由 保证这个金融体制的自由度 便利了这些国外投资者在香港 直接投资来间接投资进中国的这些企业 谈及基本法的落实情况 马恩国认为基本法颁布30年来 基本已全面落实 但仍有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士 恶意曲解基本法的初衷 歪曲模糊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界限 基本法走了那么多年 我们现在在政治上所看见的问题 主要就是港独 主要就是颜色革命 外国利用香港作为一个颠覆基地 西方的颜色革命 它是经过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去考验的 都能达到一个成功的 我是言论而已 我没有动物 我没有用严重的非法手段 没有用暴力行为 我自己宣传 那这个能不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呢 到了法院法院是不是这么看呢 香港当代年轻人在基本法落实的过程中成长 由于教育和宣传不足 部分人对基本法了解有限 市面上有些关于基本法的书籍 内容阐述也有失偏颇 为了正本清源 他就基本法著书 为法律学者提供参考 然而他表示 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因为法律永远是阴性的 有些行为 有些宣传它是软性的 你很难用那么阴性的东西 去管理这么阮性的东西 但是没有阴性的东西你不行 没有阴性的东西 你就完全就没这难了 但你只有阴性的东西 没有阮性的东西 你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所以你是 所以我刚才说 你要解决现在香港的问题 你不需要有法律 法律但是不完成 你要宣传 你要这个意识形态主义的宣传 你要教育 这些一部分的这种 才能令人心违规 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